我们来学习一下工业机器人的一个输入齿轮和减速机的一个选行的应用 在这个输入齿轮和减速机其实就是一个齿轮传动的这个连接 在齿轮传动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的那个网站 然后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减速机的类型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我们要测试一个10公斤级的一个工业机器人 那么它这个输入齿轮我们才用了12尺 而这个减速机呢是RV41 RV41你找到它对应的一个一个齿轮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魔术 然后呢你在里面插入这个齿轮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呢这是这个输入齿轮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找到它这个3D图 然后直接汇集出这个输入齿轮应该是很方便 我们汇集输入齿轮的方法给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插入这个工具箱啊 工具箱里面我们选择国标 国标的方式这里有有一个动力传动 动力传动里面 齿轮啊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指针齿轮 右击然后生成零件 生成零件之后 在这里你选择你的魔术啊 这魔术我们选择啊1.75 然后呢尺数12尺12尺 然后就是它的面宽 这个面宽呢我们我们先不管它啊 先按照它这种方式 其他的都不管它就这样 嗯做好了这一个之后这个这个位置啊 我们把它改成1吧 改改改改1改短一点 为什么呢 我待会我们我们要让它实现这种 像这种有追度的拉伸的这种情况 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个图片的啊 应该是 像这种过度的这种情况啊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它有时候它会 首先是支持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的这种情况啊 这个这个宽度应该给多一点 给少了 刚才刚才应该加 我拿一下 这个魔术是多少 你可以在显速器那里就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 你只要找出显速器的3D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拉伸啊或者或者等等 这些啊功能 这些啊功能 有些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实现这种追度的功能的话 你还可以这样 比如像我们现在这种啊 踏入面 面移动 然后呢 选择这个面 然后往上移 啊往上移 往上移的时候呢 这里不能给它过 给它规格啊 这是追度的那种功能 啊 没有追度啊 没有追度怎么办 没有追度我们就 在这里有个叫插入 啊 就直接拉伸 拉伸的时候 选择 选择这个面之后 然后我们选择转换实体引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一个实体 我们选择面 然后再确定 那么这样呢 它的整个面就会被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 网格塞掉 好 引用过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拉伸啊 拉伸的时候呢 我们我们有一个方向啊 追度 追度 我们把它往外扩啊 我们那是往外扩 因为 反方向向外扩啊 然后 然后 追度可大一点 然后长度也可大一点 这样子呢 就实现这种有追度的一个功能了 在这种加工起来就 就很难啊 但是也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拨功能 这个没必要做这样的一个追度 但是呢 你有这样的一个过渡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 直接做一个语言 把它拉伸起来就可以了 继续了 有3D就不怕加工不起了 对 O 你一会儿 быстр追度的一拨功能了 和你做什么 有专门的这种 和他们做的一拨功能は